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方辰老師要來介紹的是 二次函數的圖形跟直線 這兩個同時出現的時候 來我們看第八題 所以下來的圖則可能是直線Y等X加B 這邊兩個A是一樣的 兩個B是一樣的 所以當你這個A是正的 這邊也是正的 當你這邊B是負的 這邊就要負的 反正正負要一樣 那我們現在看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圖形 你可以知道它斜向上 所以這個A應該是正的 這個焦點是在X的左方 X軸圓頂的左方 所以這個當你的Y等於0的時候 Y等於0帶進去 XX應該是負的 所以這個等於0的話 X應該是等於AX等於負B X等於A分之負B 那A已經知道是正的 那這個整個要小一點 因為它整個是在負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你就知道說這個B應該要正的 B也要正的 這樣子才會小一點 所以這個B也是正的 好 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 其實這個用跟Y軸交點比較快 就是X等於0的時候 這個點就好啦 這個點是0B嘛 這個也是正的 所以它這個也是正的 所以它這個也是正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這邊 那這個呢 X平方 它開口向上 所以這個A是正的 然後B呢 B向上移動 向上移動 移動呢應該是 要B這麼多 這麼高才對 所以你呢 如果你這個呢 沒有的話應該是在原點 那你現在多一個B 的話 應該這個高度 就是跟B要一樣 跟這個B是其實兩個 要一樣高啊 這個應該如果圖形的話 畫起來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就會對 這樣子就會對 那可惜它 它還是在上面 在一手上方 但是沒有辦法在這裡 這蠻可惜的 就出了 好 那第二個呢 B呢 這顯然A呢 還是正的 我把它清理一下 這個要重新的 好 那B呢 這個A還是正的 那它的 這個是0B 所以這個也是正的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呢 是A呢 A就是往下嘛 所以A是負的 好 A是負的 然後 這個 也是0B 這是正的 好 那 咦 你發現 這個A是正的 這個A是負的 這個就矛盾的 這同一個A 不論這個正這個負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好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好 這樣 那我們再看C 好 那我再把這些板子整理一下 好 C的話呢 你發現 這個A 往下 降下來 所以A是負的 然後這個點 是0B 它是在原點上方 也是正的 那到底拋物線 來看這個開口向上 都是正的 那正它負 欸 不對啦 這不用了 A就不對了 就不用看 好 再來我們再看 駐點啊 駐點啊 駐點這個 這個斜向上 所以A是正的 這個整理一下 好 A是正的 然後這個交點是在上方 所以B也是正的 然後呢 這個 開口向上 所以A是正的 然後剛好交B 本來是在原點 但是往上移動B 剛好跟你這個B是一樣高 所以是一樣高 所以這個是對的 這個珠是對的 好 再來我們看1的部分 1呢 它 好 這個把 這個再整理一下 好 好 這個往下 降下來 所以A是負的 它 交易為點所以B是0 然後呢 這個呢 開口向下 所以A是負的 好 然後 這個 這個 它在上方 好 大概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B嘛 0B 所以這個B是正的 那這個B是0 這個B是正的 那就不合了 所以我們這個答案 只有選一個就是 出 有理會了嗎